這個就 用手輕輕一搏 牆壁尤其連同水泥 整片掉落凹了一個洞 整片牆壁長滿小腫瘤 像是一顆顆青春豆 擠一下瞬間炸開 一顆顆青春豆 長滿整洞透天錯 下雨天的時候 湿氣比較重的時候 就會跑出來 一開始還以為濕臂癌 但只要天氣潮濕 青春豆就像雨後春筍 一顆顆冒出來 小小半面牆長了25顆青春豆 到送菸參觀爐渣屋 住戶懷疑自己的 可能也是爐渣屋 找來專家檢查 這塊還滿大塊的 然後裡面也是有遺地 它這個爐渣屋很典型 專家也懷疑偷天錯 可能是爐渣屋不是臂癌 因為爐渣屋外型 像是長青春豆 建材含有爐渣 臂癌則是油漆剝落 因為長了黴菌 兩者乍看下很相似 臂癌的話 它是整片好像油漆 這樣子好像粉掉 那結年後來用了五年 那五年之後 也是都是這一種狀況 地震到底會不會倒垮 住戶擔心建材 用到爐渣補耐症 也不滿偷天錯 青春豆沒完沒了 擠了繼續漲 求償無門 但找到建商出事寫一書 當時和住戶談好延長保固 裂痕裂縫都會補好 施工期間撞壞的家具 造價賠償 更拿出水泥公司保證書 不含廢爐渣 強調絕對不是爐渣屋 五年之後 大家都有完美的情形 到長期間說十多年 所以說我們不會這樣虛 我們也覺得很沒來 損害賠償金額的一個部分 差距過大 所以後來調解不成立 建商含冤是沙子品質比較差 甚至願意把房屋買回 但雙方對於賠償價格 認知有落差 交保官介入協調 最後雙方也不排除訴訟法律 記者賴慣張 王書宏 台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